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丘景就是这群先进女性中的佼佼者 一面不停地进行推翻清政府的运动 一面为女性的权益四处奔走着 丘景能有这样的行动离不开丈夫的支持 1875年 丘景出生在福建 听从父母之命 嫁给了当时曾国藩的表侄子 王廷军 这时候的王廷军还是清政府的二品官员 但王廷军也是接受过先进思想的熏陶 对妻子丘景所作之事不但没有制止 而且还在亲力支持 甚至为了丘景放弃了清政府的高官待遇 与丘景隐居 当时的清政府仍然在做最后的挣扎 所以丘景这样公开支持革命的行为 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 丘景被加上了谋反的罪名 在丘景32岁的时候 由于行踪被叛徒泄露 丘景在绍兴被捕 同年被清政府残忍杀害 就在这个时候 丘景的身体却没人敢动 都怕被丘景连累扣上谋反同党的罪名 失去爱妻的王廷军很快病重 在大儿子只有12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 大儿子王元德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年幼的妹妹找人收养 寄人篱下 继承母亲的革命意志的王元德 在14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之后王元德又弃笔从商 开启做起生意来 头脑极其聪明的他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成了湖南有名的富商 他不仅身先士族加入了各类革命组织 还直接动用自己的身家财产来资助当时的中国革命 无愧于自己母亲的革命思想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土改活动中 王元德丝毫没有保留地将自己家里的田产私产全部捐给了国家 自己则在湖南文史馆做起了专门收集母亲生前资料的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